仔细看,这名囚犯要约约,工具只用卫生纸和牛奶盒,他在上厕所时,把卫生纸搓成球,然后沾上水,做成七个卫生纸球,放在一旁晾干,在晾干的球上涂上洗发水,然后把七个球揉到一起,使劲按压,捏成便便的样子,塞在卷尺中间。 此时,到了干饭时间,一盒牛奶呢,正是他需要的,牛奶无所谓,这包装可是好东西,他开始抠包装上的塑料薄膜,他用卫生纸球和塑料膜,究竟怎么才能越狱呢? 要知道,这个是米国花六个月,重金打造,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,具体这样薄了弟弟薄言,为大家讲讲他如何精缠脱俏。 这个男人,名叫老布,别看刚进监狱一周,他手在墙上测算监狱的地图,据他观察发现,这所监狱,牢房都很坚固, 而且有重拼罚手,最要命的是还挨着消防队,这监狱一有暴动,连消防队都会出手,那到底怎样才能越狱呢? 这老布发现,禁闭室的位置还不错,比较偏僻,而且守卫比较少,这老布在监狱故意和人结仇,两名重刑犯要自杀的,他们拿着刀逼近,只见老布反不过去,也就十秒不到对方直接被放倒,如愿一尝,老布被送往了禁闭室。 老布是观察到,这监狱比较稀缺人手,规定是两名狱警截牙囚犯,他们却只有一人,而且这狱警要抽烟的癖好,虽然背对着监狱门,还是听到密码是四位数。 来到禁闭室,禁闭室四面都是墙,没有一扇窗户,挑高五米却只有一个天窗,老布在禁闭室待了三天,终于想到了越狱计划。 他呀,在这上厕所的时候把卫生纸搓成了球,之后再沾上水,做成了七个卫生纸球,把球放在一旁晾干,感觉这差不多的时候啊,在晾干的球上涂上洗发水,然后把七个球揉到一起,实际的按压,为了防止被发现,还得把这球藏在卷纸的中间。 此时啊,到了干饭时间,这跟随食物而来,还有一盒牛奶,牛奶喝掉这包装可是好东西。 老布开始抠包装上那层塑料薄膜,趁着放风回来的时候,偷偷把薄膜贴在密码锁的按键上,等待预警按完密码,老布偷偷拿回薄膜。 此时啊,这上面已经有了预警按键的痕迹,万事俱备,越狱正式开始。 这老布向预警问了现在的时间,预警回答到现在是4点55,只见老布开始默默数数推算时间,再过五分钟,预警就要换班。 到了五点整,一辆汽车停在了监狱门外的停车场,一名女子下车走出去没多久后,汽车直接发生了爆炸。 这场爆炸吸引了预警的注意,只见老布推开了送饭的小窗口,原来啊,他趁预警不注意,把那卫生纸团成的大球放在了锁子的凹槽里,这样的锁子那是一推就开。 然后,这老布的手伸出去就开始按密码锁,塑料薄膜留下4个指印,这4位数的排列组合并不多,不重复的只有24种。 很快,门就被老布打开,出去是正赶上预警换班,正好这三分钟没人,老布来到监控室,把录像往回倒了几分钟,然后是卸下了通风管道螺丝,爬了进去。 由于这挨着消防队,两边的通风管道是连着的,老布是到达了消防队,此时汽车正好爆炸。 这老布已经穿好消防服,爬在了消防车的下面,顺利来到汽车爆炸的现场。 这时,预警那边才发现,老布在禁闭室神秘消失,在一众消防员努力灭火的时候,老布搭上了搭档车子。 就这样,老布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越狱成功,要说老布为什么这么厉害。 原来老布是一位职业逃脱专家,为联邦监狱管理局进行测试。 他的工作就是假装从犯人住进监狱,然后从监狱里逃出来,以此来测试监狱的安全性。 他已经成功越过了15座监狱,全都被他逃脱。 这过了几天,钟情局的妹子是找上了门,他邀请老布去测试一所超级秘密监狱。 这个监狱关押了世界上最穷雄极恶的人,但是他们又不能杀,只能囚禁,所以必须保证监狱是百分之百安全。 而这所监狱所在的位置是最高机密。 老布不太想去,但是老布的老板听到能拿双倍的价钱,整整500万枚刀。 老板是痛快地答应了,老布是拿到了自己的新身份和车里代码。 在大街上,老布忽然被一伙人袭击,电机器直接电云,还抠出了老布身上的定位器,等到这老布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关进了监狱里。 是多名设计师用10亿美元打造,每个犯人一个透明的小房间,墙壁有钢化玻璃制成。 犯人在监狱的每个小动作都逃不过360度无死角的摄像机,并且这每名保安都戴面罩,而且他们不定时的换岗让人摸不到换岗的规律。 老布是环顾四周就知道,这次碰到了硬茬,这貌似根本就不可能逃掉。 老布这回是真想走了,他找了点语长说出了撤离密码,5201314。 但是点语长是一脸茫然,5201314,小伙子,你这是逗我玩呢是吧? 点语长以为这老布疯了,说一穿数字就让我把你放了,这怎么可能?老布这才意识到,自己是被算计了。 看来这次是真的被关起来了,到了放风的时间,监狱里的混混看老布是新来的,还想欺负一下老布,只见老布一个拧手指,一拳将其放倒。 此时啊,对方想要群殴,就在这会儿被一名壮汉之职,他就是江湖中大名鼎鼎的教堂,在黑道以及监狱里威望都是很高。 这两人通过交团成了好友,老布说要去禁闭室里看一看,教堂说没有问题,一拳就打上了老布。 两人在大厅里打了起来,玉井冲过来一顿飞脚加电棍,然后他俩被分别关进了禁闭室。 这禁闭室里的设计那是非常变态,四周用合金建造,最让人难熬的是,有几个大型聚光灯一直照射,时间一长,轻则身体脱水,重则直接失明。 老布在禁闭室里不断摸索日,终于发现了这禁闭室的缺陷,地板虽然是光滑坚固,可是还是有螺丝钉。 终于度过了这最艰难的12小时,老布出来后见到教堂,教堂问老布发现了什么,老布表示先别问这么多,先给我找上东西。 教堂表示有点为难,好家伙,我把超市给你搬来算了,老布对教堂说,只要你能帮我弄到金属片,我就能带你出去。 教堂一想,我去,这买卖不错啊,立马成交,立马成交,一刻都不能等,立马成交。 于是,这两人开始合作,这教堂就见点狱长,假装要告诉他一个秘密,给他画出这藏宝图的位置,但是却给点狱长画了一个大屁股,点狱长大怒,打开水管就往教堂的嘴里灌水。 这给教堂强行洗胃的节奏,教堂差点就被整死了,还好是最后停的时候,不过这在被拖着离开的时候,教堂顺走了地楼上的金属片。 到了第二天,教堂的金属片交给老布,老布告诉教堂,这座监狱,如果没猜错,应该是纵向结构,而且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地下, 因为这湿气比较重,他们禁闭室应该用铝钉来防锈,但是他们却用了钢钉。 不出意外,这钢钉一定会生锈,老布说就要用这金属片把光聚集在钢钉上,钢钉受热会膨胀0.03立方里面,从而打开这禁闭室的钢板,咱们就能找到这监狱的出口。 老布是又开始了自己的计划,他和教堂故意搞事情,不出意外,两人又被关进了禁闭室,这教堂的禁闭室里是一直装疯卖啥,因此来吸引预警的注意。 这另一边的老布是也没闲着,只见他趴在地上,用金属片开始聚光,用热上冷缩的原理将铁板上的四颗钢钉加热之后再取掉。 老布又把面包搅了搅,然后糊住摄像头,老布打开了地板,爬到了监狱的下层,顺着管道老布一直爬,这个监狱实在是太大了。 这老布倒顶后拧开了一个大开关,终于爬了出来,但是眼前这一切,老布是彻底震惊了。 原来他们被关在了一艘大船之上,四周一片汪洋,茫茫大海根本就逃不出去,而且在甲板上还有很多人巡逻,老布看到没有办法只能遣回了禁闭室。 等到了第二天,老布把监狱在大海上的事情是告诉了教堂,看来这想逃出去必须有人在外接应,就凭咱们是根本逃不掉。 而且这最关键的是要弄清咱们现在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片海域,这老布他们也算是奇才,他俩用一个眼镜做了一个简易的航海定向仪,只要根据海平面和北极星的夹角,就可以测算出自己所在的维度,同时也就知道了自己身处的位置。 这样,外面的人才能知道这监狱的地点,但是想在这所监狱里看到星星那是谈何容易? 这老布是拉拢了监狱的一个大光头,让他去举报别人越狱,以此来换取了甲板上祈祷的机会,然后偷偷用这定向一侧星星,通过星象老布推测,海面风平浪静,他们的船应该在亚热带,而这水流逆时针旋转,应该是在赤岛上方,在北半球。 这昨天来的新人说过,今天是11月20号,在11月还有暖翼空间,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艘监狱,那么就应该是在北纬30度左右。 这满足以上条件的不是中国东海,就是摩洛哥,老布思索了一会儿想到,我们现在就应该在摩洛哥,教堂一听,这老布的分析是真牛逼,正好摩洛哥自己有朋友在这儿,还欠我人情,可以让他来救我们啊,这老布发现啊,监狱里唯一善良的就是医生,所以让医生放出口风,定好时间来监狱接应。 这一天,越狱的日子终于到了,这点狱长被骗,以为C区要越狱,安排了C区三倍的兵力,而老布所在的区域明显是预警不足,他们几个人故意打架,等到警觉进来的时候,大家一起开始反抗。 监狱瞬间乱成了一锅粥,预警开始朝下扔烟雾弹,他们三个跑进了通道里,老布发现了一个摄像头,但老布没躲,直接拧开,因为这摄像头啊,都是联网的,只要破坏一个,就破坏了所有的摄像头。 哥几个最后还一起摆了一个pose,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,出去的路都被毒死,老布干了一群守卫后,跟着跑的光头也被打中了一枪,教堂只要在瘦长光头走,光头深受感动,但知道自己也活不长了,决定独自留下了作后,老布去控制室给教堂开门,在半路就和狱青打了起来,这个狱青很是彪悍,都和老布打了一个误开,最后老布拿到铁棒把狱青推下楼梯,这才结束了战斗,教堂冲到控制室打开了船门,直升机也开始攻击船的驾驶航, 教堂第一个跑出来在直升机上终于拿到了武器,教堂一阵吐吐,干掉了一大波追兵,那么各位宝们,问题来了,教堂用的到底是什么枪呢,知道的枪神发到评论区,就在此时,老布被点铁掌堵在机器室里无路可退,不得不说,还是人老布机制,竟然躲在了排水舱,这个排水舱通电后会定时排水,就这样,老布跟冲马桶被冲进了大海,教堂见老布出来迅速的扔下软梯,老布开始往上爬,点铁掌掏出手枪还击,子弹擦着老布飞了过去, 两边对射,教堂先保中枪,提的钢索也被打破了一根,就在这时,点铁掌没子弹了,老布是开枪的气球筒打去,最后一枪引发了大爆炸,这点铁掌控制室都被炸上天,价值十亿美元的监狱,就这样被两人废掉了,直升机撤离,两人安全地抵达岸边,就在此时,接应地车到了,从里面下来的人,竟然就是之前找老布的钟情巨妹子,原来这妹子就是教堂的女儿,而她设调这一切故意将老布送进去,就是为了帮助父亲越狱,老布虽然有点不高 但还是原谅了这个出生入死的搭档,同时,老布也查到自己的老板背叛了自己,他和那点狱掌窜通,想把老布永远地关在这个监狱,对于这种人,老布直接把他关进去的集装箱,送到了茫茫的太平洋,本篇到此结束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部赶死队,答应我一定要去看,全程肾上腺素拉门 嗯,是挺好看的,看枪战片就是过瘾,走,咱俩去打把吃鸡,这次我一定要尸杀吃鸡 好了,本期内容就到这了,这是伯乐的新频道,大家多多支持 我和弟弟博言会一起解说,喜欢我们球中的,点订阅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